有两个羽毛 那我就跟你讲 我的铁上这个羽翼的翼 上面那个羽毛 上下的缝隙 你在写的时候把它稍微靠近 听懂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比较靠近了 好 这个请你也用稍微带一点点的感觉 或者短短的一个小数也可以 一点 有没有发现我的体贴都有两次以上 有时候不止 就很小很小 可是有好几次 好 一横 一横的位置在哪里 跟它上下一样的空隙 这两小树在它的脚 这一树的两边 这一树会稍微 有一点饱满度 但也没有很厚 接下来这一横 比上面这一小横 稍微长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这两点 可以在这个的底下 边缘的底下 好 这个天 这个天超难写 因为它两只脚打很开 这也是类似点 但你这两笔 给它稍微开一点 你的第一个这个点的这个地方 一定让你的笔 笔尖先回正 本来笔尖是朝东北角 西北角 你让它回到中间 然后要过这个的时候 稍微开始斜 好 朝 它第一个线条没有很粗 所以你也不要写太粗 好 点回 贴平再下来 所以它有一个切线 是切上方 这都没有很粗 这一束对这个头 没有很长 这个它有一个剃在尾端 你这个在剃的时候 不要刻意让它出来 出来也只能一点点 不要真的勾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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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